歡迎大家來到Open Education的第一場 7月30號2022年的Course Cup開園教育場 然後今天第一場呢 10點開始的就是Course API Content 開放式課程資訊會樓學院 這是我們今天第一場的獎題 然後我們今天第一場的獎題 能夠有兩個獎者分別是 呂浩天跟劉哲偉先生 然後大家看到這個TOEUD 它就是代表是Taiwan Open Education Unit 就是去年6月才剛成立的一個平台 它就是整合政府部門級大專業上 所有的開放教育的資源 希望可以讓大家就是 怎麼說只要到這個網站 你到這個平台就可以一戰式的解決所有 目前為止台灣開放教育有的所有資源 就可以在裡面就是南瓜 然後可以非常簡易快速操作 就可以得到所有的開放資訊 然後可以自學啊等等 尤其在疫情之後 這個樣的資源是更額外的珍貴 然後也備受重視 那我們今天兩位講者都是非常有才華 然後自己本人就是非常佩服 然後Tai呢其實就是一個自學的國中生而已 然後還是這個的創作創始者 就是TOEUD的一個 founder這樣子 然後開始這個專案的發起人 然後本身也是 以後就是想要做醫生這樣子 然後本身會上網自學 如果外國內的學校沒有給他做的資源 他也會去請國外的學校給他資源 讓他可以得到他所應該有的資訊 然後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所以是非常有啟發性這樣子 然後哲偉呢他其實是 成就來就是開源專案的貢獻者 然後之前也是有在G0V的一些 臨時政府的一些專案 然後還有就是 好像是種樹計劃嘛 然後的貢獻者 所以開源的社群呢 就是需要這樣子很熱血的 持續的貢獻者 然後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他們 然後我們大家歡迎他們 然後大家有問題呢 就是可以掃slido這邊 這樣那個那邊 然後就可以開始問問題這樣 然後我們歡迎今天的獎者 謝謝大家 喂 好 大家好 我們是台灣開放交易推動團隊 我們的專案是 Course API開放式各種的資訊會留學院 這個專案呢就是在做一站式的 開放式各種整合的一個平台 那待會我們也會展示目前的進度 那今天的這個slido呢 就是上面寫1491553 如果要掃Course code 在右邊那個 那邊 黑板 白板上面 好 那我是專案 團隊發起人 Ted 那就是 我們的專案貢獻者 待會也會一起分享 在那邊 折位這樣 剛剛我提到的 我們是台灣開放交易推動團隊 我們是 就是我們關心這個民間社群 跟政府 還有各大專業校的 這個教育學習資源 開放教育學習資源 那 我們目前的組成非常多元 包含學生 教育工作者 還有各種社群的參與者 我們團隊呢 分別有 對於程式 就是專注在開發上的 的這個 參與者 也有在設計上 就是我們的一些 平面設計 或是一些 Logo 網頁 UI 設計 那我們的 也有就是在進行 教育議題的部分 就是對於這些教育議題 做出一些聚焦與分析 那我們也可以加入 Ginv Slack的edu Open 就可以跟我們一起做 討論跟交流 剛開始我會想要提案的話 就是提出這個專案 是因為 之前我要搜尋 開放式課程的一些資訊 因為我想要學一些東西 然後就 就查的 非常 因為我想要查一些大學的 開放式課程 可是 查到都是 台青教程 那 除了這之外 有時候 其他學校的資源 也是非常好的 那我們如果 沒有辦法去 沒有辦法去利用這些資源 因為我們查不到 沒有辦法利用這些資源 那 它就會 就是 沒落 因為沒有人用它 它就不想維護了 所以它就逐漸的去 被其他的取代 那其他如果 又不維護 那就會 變成這些資源 就越來越 越來越劣質 那 去年的六月 就 我初步擬了一個 一個草稿 然後到 G0V010政府社群 因為那時候 是我第一次到這個社群去 接觸這個社群 那 我就跟大家 問 大家對於我的這個計畫書 這個草考計畫書 有沒有一些 建議或想法 那 後面呢 我們也 成立了一個 EDU Open的一個 Channel 就是 持續地在這裡面 跟大家做 跟社群夥伴做交流 OK 那這邊 那 其實 像TED 到G0V社群 提出這個開放式課程 很分散 然後他的這個 查找的困難之後 也提出說 想要做一些整合的 網站應用 那我那時候 也在G0V社群的頻道 也看到這個題目 所以就一起來參與 整個討論 所以我們在過程中 其實各位剛才聽到 從去年六月開始 所以大概也將近快 一年多 那過程中 實質上 進入開發階段 是比較近 近期的大概 四到五個月 那 前面一段時間是 花了蠻多力氣 跟不同的教育單位 來交流 有一些是在 推動自學學習 或者是他本身就是一個 線上式課程的廠商 或執行者 所以他對於技術 對於到底 縣市政府也好 或政府的課程資源 怎麼釋出 他那麼有些看法 所以透過與各 多元的教育單位 先交流一些想法 也就是說 現在大家面臨到這個問題 怎麼解決 會比較有一個 往下推動的機會 好 所以在進一步 我們就製作了問卷 邀請更多的第一線 就跟TED一樣 或包含我一樣 在查找過程中 過去發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例如說 我們最常使用的網站 是哪一些 那我們知不知道 全台灣有多少個 大學的開放式課程 等等的一些問卷 那進一步我們再問 使用者說 如果今天有一個 在網站的方案上 有一個功能的話 你最期待什麼 所以我們其實也獲得了一些回饋 第一個像分類標籤 不同的大學 其實自己的分類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我要怎麼在 比較是一個整合型的架構 去查到我要查的東西 而不是每一個網站 我都要學習一套 它的分類方式 那整合查詢當然是一樣 這麼多的網站 是一個一個查 還是可以整合 或者課程評價 課程許願值 那過程中呢 我們在2021年 也去參加總統被黑客送 之所以會參加的是 因為這些大學的課程 其實跟教育部的一些 開放式政策是比較相關的 雖然課程都是由各大學維護 不過教育部本身也在推動 這種開放式學習的資源 所以我們就透過 總統被黑客送 它本身是行政院主辦的 比較是政策型的黑客送 我們就在裡面去提案 所以跟教育部的資訊科技師 開始搭上線 然後他們也在推摩克師 或是其他的政策 然後我們也就把我們 構想跟他們交流 所以其實我們其實可以 大家 會眾們也可以想一下 我們目前到底全台灣 有多少個線上開放式課程 是1000嗎 1000堂還是2000堂 我們大家可以自己猜一個數字 我們來公布一下這個結果 我們大概查了一下 把全台灣有大學的開放式課程 都列出來 每一個課程 多少個課程 我們把它算一算 大概5000筆 5000個課程 這個其實跟我們 大家比較可能常常用的 或者有在看開放式課程的網站 好像沒那麼多 所以其實有一大部分 其實是因為我們不曉得它的存在 所以並沒有把它去關注到 那政府單位其實有6000筆 各種公務人員的線上課程 這個各個機關農民學院 這是由農委會的 就政府其實也有6000筆的課程 舉例來說 如果我一定要查一個公民科學的課程 這個可能我在大學是查不到 但是我在政府的線上課程是查得到的 因為他們的特申中心 其實有開了這樣的線上課程 也就是說政府跟大學其實各有大概5000到6000 加起來將近1萬筆的課程 就是散落在各個地方 所以我們其實透過剛才多元的交流 也覺得說 好 既然課程都有了 但是它的產製的這個習性 就是各單位自己做 那更需要有一個中介單位去把它整合起來 那因為看起來這幾個部門在整合上 他們是比較有困難 那當然延伸的一些自學應用教育的創新 特別是如果我今天要做一個教育新創的話 如果有一個API讓我接到這1萬筆的課程 那我的應用強項就很大 所以我們就希望把這些面向都往下推動 那首先就是要先把全國包含大學跟政府的課程網站 有哪些 先把網站全部列出來 所以目前我們大概抓出43個網站 是大學部門 14個政府的部門 然後再進一步再開始做一些資訊的 課程資訊的爬蟲 那經過以上就是我們開始做爬蟲的部分 我們目前整合的有 就是跨校型網站 就是他們會讓一些學校跟單位 把課程上架到他們那邊 可是他們並沒有做跨平台整合 所以呢我們就是做了 域網 學聯網 然後開放教育平台 跟台灣開放式課程技教育聯盟 我們這些跨校型平台的爬蟲跟資料庫整合 那單一大學部分 我目前始做了國立台灣大學的240筆 教育部的話有魔科式平台 那魔科式平台呢 它之所以會這麼多 是因為它包含了域網 學聯網 然後中華開放教育平台 還有那個第四個那個TOCEC 以上這些他們都把它放在那個魔科式平台 所以其實魔科式平台如果我們把它包含的這些去除的話 應該不會有這麼多 那政府部分呢 就是我們之前在專家中的貝克松的時候呢 有索取到一些政府公部門的資料 那課程資料 那他們也提供了這個資料的CSV或是資料庫 我們也可以就是直接串接使用 那因為就是這些課程 我們需要有一個共通的欄位跟那個schema 這樣才有辦法讓這些欄位之間去做一個 有一個共通欄位可以做調整跟比較 所以我們目前提出六個 課程名稱就是 就是名稱然後簡介就是關於這個課程 網址的話呢就是因為我們要把它導向到這個 到這個網站的課程的網站 所以我們也需要有這個網址 那課程講師就是我們是用那個就是我們要呈現它是哪些老師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會有使用者想要透過講師的名稱去查 那來源平台跟開課單位呢就是 因為我們會有畫效型平台 他們就可以把它放到這個整合式的平台 所以這兩個欄位也需要 就是一個是開課的單位 一個是它上架我們爬過來的平台 這是我們目前的介面 這是手機版的介面 就是包含我們原本就是我們 不好意思 我們的規劃是課程搜尋推薦 那推薦的話是根據推薦演算法去進行 那還有評分跟課程分享以上的四個主要功能 那這是手機版的介面 其實我們有設計這個電腦版的介面 其實剛剛那個是呈現暗色 這是呈現亮色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可以調整亮色暗色模式 那我們伺服器架構呢是由CNTUG 他們提供的Infralabs的主機 那我們就部署在上面 他們的攤位應該在三樓 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一下他們 那他們就是 我們透過單一連接主機去進行部署 那我們開發者呢就是 把它部署完之後 使用者透過HTPS 就是網站協定進入那個網頁主機 那我們資料抓取就是剛剛爬存的部分 爬存我們是用Scrappy這個套件 來進行課程的資料的抓取 那伺服器端的mongodb 就是我們把它做一個local端的mongodb 不要host在mongodb那邊 這樣子就可以做為一個資料庫的 就是我們可以更自由化的調整資料庫 那曾經資料庫之後 我們是用 後段目前是用Node.js加Express.js 來釋出一個API 那目前我們開發的進度呢就是 Github這個是我們 我們會把我們的專案的所有原始碼 都放在上面進行一個公開 那這邊呢也是我們的課程 就是我們資料庫課程的一個展示 我們現在有釋出一個Public Beta 也就是今天最大的一個進展 我們這個Public Beta呢目前是開放API的使用 那至於查詢界面的部分 就是之後會就是進行一個串接 那我們開放API使用呢就是 像大家看到的右邊這個圖片 這個圖片就是網站的截圖 這個API我們首頁的話會告訴你它的使用方式 目前可以利用這個課程名稱 用網址簡介跟平台這四個去進行一個欄位的搜尋 這邊呢是搜尋的結果 就是如果我今天用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網站呢 那個API去查詢 微積分會得到的結果 那因為微積分特別多門課程 所以這邊就會比較 有比較多的資訊 這樣 好 那我們的贊助單位就是剛剛提到的這個 主機 是CMTUG 雲人生台灣社群 他們在三樓的攤位 那還有 合作單位呢是開放化基金會 那這是我們的捐款贊助的這個頁 的這個 就是捐款頁 好 那以上是我們對Course API的介紹 然後就是 slido是1491553 那就是 最後就是謝謝各位 在我們開發還有規劃的這個路程上 所有社群夥伴還有我們團隊的夥伴 以上 謝謝 QA 我用slido 大家有問題嗎 是我 請問一下 ok 你等我一下 你好 目前我看到是串接大專業的校級政府單位的課程区別 那如果是其他比如說中等教育或初等教育的課程會有呢? 這部分因為目前開放式課程是以大專業院校最多 其實Ginny近期也就是跟他們討論之後 他們也決定要釋出API 並且也已經有釋出這樣的API了 所以我們預計之後也會跟Ginny做串接 把他們也串接過來 甚至我們也可以跟他們進行資料交換 那這部分之外還有一些像庫克雲的部分 也可以去進行一個交流跟討論 那這中小學的部分是未來可能會進步的一個 就是整合的更多的方向 謝謝 我先補充一下像Ginny的部分 因為他們的開發者有在我們社群頻道 所以一開始也是分享這個概念 因為Ginny其實本身也是最 基本上是最大的一個中學的課程會整 那他們現在釋出API之後 我們還沒有試著接過 所以我們自己也針對大學提出六個schema 那至於這個schema跟中學的schema 是不是一樣 或者是怎麼樣有一個關聯性 這個可能我們還會再跟Ginny那邊討論 然後剛才提到庫克雲是台北市教育局 所以我們在參加總統背黑客中 比較是針對中央機關就是教育部 但是其實地方政府的縣市教育局 才是比較跟縣市的甚至國中以下的教育領域 是最相關的 那台北市教育局也 我們也有曾經在線上的方式去跟他交流這個構想 所以之後也看看在什麼契機下 或是我們今天的Prototype已經做出來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進度再跟這幾個推動單位來溝通 看看他們怎麼想這件事情 我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哲瑋剛剛有提到那個 有哪個平台是有公民科學的課程 是關於什麼樣的公民科學 公民科學這個呢 像我也順著介紹 如果今天你現在要查那個COVID-19相關的開放式課程 其實大學開課的速率沒有這麼快 通常大家如果知道說大學老師要錄一個開放式課程 他要整個學期要把它上完 所以反而政府部門的開放式課程 基本上他不是以學期為思維 所以就是開一堂課算一堂課 那他的頻率跟回應時事的狀況就比較快 所以在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那邊 就整個全國的公務培訓機構 他有一個線上課程 這個叫做公務醫學院 醫是那個以前IE的那個醫 那在裡面呢他就有請特生中心 就是關心生物多樣性的一個機構 來開示一個叫公民科學的課 但因為是特生中心開 他就比較著重在生物調查的領域 那像中研院很多的講座課程 已經針對COVID-19有一些內容 那他也一併整合到這個公務醫學院 也就是說我覺得觀察到政府部門的課程 他雖然他沒有辦法幫你開一個一整學期 或者開比較基礎型課程像微積分 可是他在議題的追蹤上 或者是回應上是比較快的 那這是兩邊的一個特性 那他還有問題嗎 好 我就等他想完 應該還有十分鐘吧 對 好 就是 目前釋出的這個API 就是 你到CourseAPI.org 就會 出現這個 比較簡單的網頁 那 就是他這邊有使用 有那個 顯示那個usage 就是你使用方式 那CourseAPI.org 那後面就是Course 然後傳一個request 就是 你可以Name等於關鍵字 URL等於關鍵字 那URL就是 針對這個課程的網址這樣 比方說你已經知道 它在預網上面 它是什麼樣的ID 假設 那你就可以在URL後面 放上這串數字 那 在關鍵字 這個description的地方 也可以 透過簡介查詢 因為有時候簡介裡面 才會顯示一些比較細微的關鍵字 那Source就是它的課程平台來源 那這邊 就是 因為我們是傳JSON 所以它會比較的 雜亂一點 但是如果我們透過那個Parse 我們去把它 完整的做剖析 它其實就是一個 像剛剛簡報這邊 我找一下 這裡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JSON 它包含名稱 我們剛剛提到那個schema 這樣 那Open Data的部分 我們是 因為我們API就是給別人串接 所以我們API並不是只有自己要串接 所以我們也會讓它開放去給其他的單位或是平台 開發者去做一個整合 所以 對於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是 預計會把這個API釋出 讓它 也算是用Open Data方式釋出 以上,謝謝 對 那也延續這個議題 其實我們過程中也有跟 比較是授權 了解授權法律的朋友討論一下 也就是說各大學開這些課程 有部分的大學 它其實沒有說它到底是CC授權 還是是什麼授權 它其實跟我連寫都沒有寫 但有一些是很明確 它可能就是CC by NC 甚至到SA 那這些當然我們就可以 比較順勢的把它也做成API釋出 那所以這一部分 我們大概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分享 大概主要是我們是導流 就是我們還是以它的網頁資訊 已經公開的資訊 基於一個非倡業的目的 然後把課程資訊彙整 然後導回到 就是如果學習者 他要看這個真實的影片的時候 他還是回到本來的平台 那如果針對一些已經是開源授權的 或者開放授權的影片內容 我們也會評估 有點是把它嵌入到我們未來 這個網頁或手機板介面 那就是要看每個平台政策 比較不一樣 會必須有收益方式 要暫停資訊 還是應該會有 授權 授權 OK 這等於是我們今天也可以 收集到這個需求 因為我之前就是想說 那六個比較通用的欄位 但我們在盤點四十三個機構 大學的網站的時候 是有去note說 這個是CC的 或這個是其實沒有授權的 所以我們就可能評估 對於開發者來說 如果可以直接很明確 我不一定要四十三個多少抓 但我就先抓 全部都是CC的 那幾間 那或許就是一個比較好 對開發者的用途 請 問一下API是多用更新一次 然後朋友 這個需不需要再做申請API key 就是以後回來 會有比較大的網頁嗎 嗯 基本上 第一個問題是 就是 趴充更新 趴充更新的部分 我們是會 就是 因為目前是 就是先 Beta版 那我們的規劃是 之後會進行 就是讓它自動 每 可能一個禮拜已經很快 就是 因為 課程 像現在這個更新速度 其實並不會有太大的變動 所以 基本上在 這部分我們是 之後會做可能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去更新一次 應該不會到一個月 好像有點太久 可能一到兩個禮拜大概這樣 就是我們有規劃要做一個 一個定時的 這個 重新爬取資料 那如果 就是 我們可能會做一個資料庫的更新 而不是把它全部覆蓋 那 還有 API key 基本上 API key這個部分 就是 如果流量大的話 API key可能會需要 可是 應該不會讓它 就是完全API key 可能就是 就不是說完全身份驗證 而是 要讓它有一個 它 來源的那個ID 讓它 不會就是 不會它重複一直打 一直打 如果它一直 每秒更新我們會撐不住 所以可能就是 會 進行一個 給它 給它一組 那個SessionID 然後讓它去 沒辦法持續的 就沒辦法 非常急促的去 發出我們的API 還有朋友有提問嗎 沒有嗎 沒有嗎 好 我們這邊也可以 因為還沒到 時間半 剩五分鐘 好 一來是 我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今天也有擺攤 所以 如果 後來發想到一些其他面向 想要討論的話 我們在二樓的攤位 是可以找到我們 那我也順便 介紹一下 像剛才提到說 我們要做那個推薦嗎 或者是課程 跟課程之間 到底是誰跟誰很接近 這個 一開始我們也討論過 是不是我們就人工標記 這一萬筆的課程 聽起來很困難 但是也沒有到那麼不能做 不過後來發現到說 我們是要用什麼 例如說圖書館分類系統 還是這個台大的學運分類系統 還是怎麼樣 怎麼分都好像怪怪的 所以我們後來覺得說 既然大家都有簡介 那我就把 A課程的名稱跟簡介 跟B課程的名稱跟簡介 拿去斷詞 斷詞完之後呢 我們看看他們斷出來的結果 是哪一些重複 舉例來說 畫面上生物統計學 跟高級生物統計學 名稱就已經非常相關了 然後裡面的簡介 再把它斷出來 發現到說 也有幾個是 他們都共用的詞 這當然直觀上我們很好理解 因為它本身在生物統計 就是一個是 比較初階一個是高階 在社會統計跟生物統計 我們會發現到 居然相似度也不低 就是統計這個詞 已經出現在課程名稱 甚至到裡面的一些描述 都可以出現 所以我們也 目前是試做一些 中研院的斷詞工具 然後試著看 挑一些prototype來做做看 就可以關聯最高的是 課程之間就完全就有同詞 然後關聯次高的就會是 我的課程名稱的關鍵字 是對方的簡介 那這個關聯性還是足夠的 第三個就是 完全是只有在簡介層次上 有發生一些關聯 所以日後我們如果要做這種 主動推薦 也就是說 我們過去的學習者 其實要了解全部的標籤 才有辦法開始下關鍵字去找課程 這我覺得就是一個最大的困難點 就我怎麼可能知道 我還沒有學東西的課程名稱 那如果我們今天用這個方法 轉而是說 你先開始一個你最熟悉的 那我們藉由你的課程的簡介名稱 我推一些跟這些相關的給你 就是我們可以參考Netflix的 這種推薦性的 就使用者他不是主動去查 而是一個被動來收到 我們推薦關聯性高的課程 那這一部分也在研究說 因為有一些課程 其實都開始英文化了 所以也涉及到 中英文的關鍵字的 關聯性的對照 那所以 你要不要補充 好 所以其實還有一些 蠻多的面向的議題 還需要我們來去做一些實踐 那請 那最後我再對剛剛那部分 就是我們會用中英文的CKIP系統 去進行斷詞跟詞性分析 那最後就是 好 我們的攤位在這裡 這棟二樓的C3 C3 開放話基金會旁邊 那大家 大家有空可以 可以 就是 如果大地遊戲的話 我們也有那個 就是可以幫你們試一下 那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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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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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